看著警車要把民眾一一勸離還拿出大聲工 就是怕在篩檢站外變成群聚 畢竟篩檢站一次就發了500張號碼牌晚來就沒了 民眾通通擠在外圍 難以保持安全距離 只是台南安南區家庭群聚一次暴增8例 大家都嚇壞了 市府也查出第一圈接觸者 礦店131人 其中124人PCR檢驗陰性 但還有7人報告沒有出來 同社區19戶41人都是PCR陰性 也擴大到第三圈 針對果菜市場以及安南區民 增設兩處擴大篩檢站 另外是在安南果菜市場 我們針對攤商 還有我們的安南區的一個附近的市民 我們也做一個擴大的PCR篩檢 所以我們預期這三天 我們會再多篩檢了 大概4000左右的一個市民 安南區這個市民 經過衛生局調查 確診家庭的親屬 有藝人去過彰化熱區 但並不是外公外婆 而他的PCR和抗體都是陰性 進一步疫調發現 另外一位親戚PCR採檢陰性 但血清抗體卻是陽性 疑似曾經染疫過 後來又痊癒 可能造成傳染鏈 有另一位跟這個家族群聚者 有親密接觸關係的一個親人 他本身的抗體是陽性的 那抗原是陰性的 所以我們現在從這位疑似確診者 這個疑似感染源 去詳加的調查他的足跡 市府在山強調 安南區家庭群聚和印度變種病毒沒關係 因為Delta病毒的症狀是頭痛 喉嚨痛和流鼻水 這八人家族並沒有相關症狀 也和秘魯祖孫南下台南有時間差 初步判定感染源是疑似染疫後痊癒的親戚 也會再擴大追查足跡 TVBS新聞 顧手艙 孫家鑽 台南報導 請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